吉林的佛亚问 法面时期众生听到 那妈密度佛就往生极乐 为什么现在的众生 听到那妈密度不能再精神往生极乐 谁告诉你现在众生 听到那妈密度不能再精神往生极乐 这是你定的标准 他的意思就是说 到法面的时候随便听到一句往生 现在随便听到怎么往生不了 关键现在你一没有体会到 是法面的时候你体会到你就往生 你看有几种人很容易往生 第一个什么今年的 读不了的人 什么今学不了什么都学不了 对他来讲等于法就灭掉了 他只有一个法 只有这个那么阿密度能救他 所以他就往生一定 他也觉得我什么都能学得了 完了 往生不定了 为什么 扎心扎修了 是不是很明显的 你看很多老太太往生的 都都是 哎呀师父啊 我不是字啊 我什么也学不了 什么修不了 他往生就一定 为什么 他法灭之机嘛 他什么都学不了 不是法灭了吗 你什么都学得了 这个经那个论 所以学净土门之人 不可以外标闲善之相 所以这些祖师都说得很对 英国大师就说 你学习那些东西 入净土门通通抛至于东央大海 反而上说呢 日称净土门之行者 不可以学者之谷 不要显现自己是一个有道 有学问 有修行的人 这样的一个样子 要成为一文不识 欲识之身 如同不是黑白智愚人 不知男女智童子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为愚痴念佛 这不就法灭 第二个 你看临终之机容易往生 临终之机不也是法灭了吗 你跟他讲 你开屋啊 你跟他讲什么修行三学六度啊 他什么修不了 现在快死了 这一口气了 念佛吧 他对他什么也修不了 他就念佛了 所以这里的法灭 不是说法灭不灭的问题 就是你心中有没有寄生性 在临终之机 那么法灭之机 他为什么 他那个时候苦恼万壮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 焦慢心啊 或者说 这个 有一种处理的可能性啊 所以他只有这条道路 这个法灭 倒不是他法灭 是他自己的内心 焦慢 这些都灭掉了 所以呢 无有处理之源 只有这条名号 当法灭的时候 他当然这个是明明白白的显示出来 所以他就是往生决定 那我们现在像下下品的这样的众生 还有法灭的众生 还有临终的众生 还有愚痴的众生 所以净土法门 他都是从这个下下中的根基入手 那么这种入手就是呢 扫除焦慢避懈怠 所以焦慢避懈怠难以信此法 这是无量初心讲的很清楚 那么你心中认为这样 所以我们你看啊 学净土门的人 他对这个三个时期的教判 比如说正法 向法 末法 灭法 他是依据时间呢 判得很清晰的 那么圣道法门的人呢 一般的不这样判 他认为正法的时候也有末法 你正法的时候你遇到释迦牟尼佛 你不好好学习 别像末法一样嘛 对吧 那末法的时候 如果你能好好修行 你一开福成阿罗汉 那你还是正法 他这个 因为他为什么 他的立场不一样 那我们净土宗不这么说 所以现在的众生 听到阿弥陀 为什么不能精神往生 因为他心中不具备寄生性 他如果具备了寄生性 任何时候都往生决定 那么这种寄生性 虽然是主观的 是主观的一种认识 但是客观的环境呢 会强化我们这个认识 这个客观的环境 刚才我就说了几点 第一个 临终这个客观的实节点 那会你不可能的 你再去讲那些大话 没用 有的人不到临终衰老 就一样了 他年轻就觉得自己牛得很 我记忆力又好 我什么都可以朝山 我就拜岔 怎么 他又老了 觉得管不动了 他就开始乖乖练佛了 这是环境 客观的环境 决定能主观上 也发现自己 不行 我只有专修练佛 所以临终之节也好 衰老之节也好 多病之节也好 愚痴之节也好 还有法面 这是个环境 大环境情况下 这样决定了他 只有这一条路 容易建立寄生性 佛子王来问 修定善 散善 往生极乐 靠的是四十八院当中的十九院二十院 不是靠的第十八院 而只有十八院才是万不漏一的 所以要强调专修炼佛 靠上十八院 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理解一半对一半不对 什么叫一半对呢 就是一往一和再往一 如果浅显的看 粗表的看 比如修行定善散善 回向求往生 这是靠什么呢 靠十九院的力量 十九院说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在表面看是这样 然后专修炼佛 靠第十八院的力量 为什么说 如果再进一步深层的看 这是不正确的 十九院之所以能往生 适应于第十八院的力量 十九院是从第十八院 派生出来的 就是说 我 比如说我是一个大理事 我来扛着你 我也可以拿背上来扛你 我也可以拿手来提你 那么我手把你提过来 你不是说 我是靠这个手提过来的 我不是靠金钟法师 我是靠那个手上 把我提上来来了 因为这个手 是我的一种功能和作用 那么我的手把你提上来 就代表我把你提上来 你还不是靠我吗 这个十九院 就是十八院年的一只手 十八院是个主体 它是个主干 那么十九院是十八院 生出来的一个知 所以十八院它是根本的 包括你 第一院 无三恶道院 如果你聪明的话 碰到第一院 你可能就往生了 那还是第十八院的作用 所以趁佛院里 主要就是第十八院 那么这个第十八院展现开 我为了第十八院的众生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好了 如果有人 当然我来背你 我主要是靠背 但有的人背上背得很正 有的人靠到旁边 也可以的 那么如果有人正 一地十八院来 专修念佛往生的话 当然直接就往生了 那么还有的呢 这个根基还不成熟 这个必须在别发一院 就是射受 定膳散膳 朱形根基的人 那么这个院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这八个字来的 如果不能令你往生 我决定不成佛 为了令你往生 好了 你专修念佛一定往生了 那还有那个不能专修念佛的呢 我再给你来一条 临命中时 假令不与大众 现前人 这个现前围绕 住其人前者 不取正觉 如果你修 没有专修念佛 你 修 圣道门的法门回下 我也要 让你往生 我临终让你决定来接引你 所以他是这么来的 那么还有一条院呢 说有的人上院更不成熟 哎呀 稀稀乎乎的 念了几句就不念了 这样的人 为了达到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所以要发第二十愿 这样的人 我也让他一定要往生 那当然经常只念了几句 没有办法让往生啊 他这个又不愿往生 那怎么办 我生生世世跟随着你 我让你跑不掉 三生骨碎 就是生生世世跟着你 让你来往生 这就是第二十愿 接圆院 接了圆 也不能让你跑掉 这三个愿 才显示阿弥陀佛 彻底就近的背心 就第十八愿 就到身边 啪就给你抓住了 第十几愿 稍微远一点 捞到旁边来 第二十愿 第二十愿 更远一点 刮钩 然后拉过来 这是没有跑掉的 嗯 接圆的也好 杂形的也好 当然佛的本意是什么呢 当然就靠你现在 就专门念名号 直接把你就救上来 最好 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关系来讲呢 十八愿 就是大愿传的正体 十九愿呢 就是靠上这个月 十九愿二十愿 是个方便 靠上船的这么一个 你们在海边 那个叫什么 大板啊 就这个船的上面 我们去坐船的时候 你肯定要一个桥 有一个这个板走上去 但是不是靠这个板过海的 是靠船 但因为你上不了船 那么就靠这个板 这十九愿的作用 就是定三二扇 搭一条板 定扇散扇 然后呢 回向 回向往哪个方向 回向到第十八愿啊 回归到迷头的本院啊 所以呢 挂一挂钩挂上去 那么你挂在这个十九愿的板上面 也可以到比 但是挂的不稳 可怕半路就丢下了 对不对 还要把它抓稳当一点 最好是通过这个板呢 往前再进一步 三星 挂到这个愿船上去 就是正体 十八愿的念佛呢 乘佛院内的正体 那十九愿呢 是烧带的 但站在佛的立场上 都是靠 因为你在这个板上的力量 跟在船上的力量 它是一个整体 是没有分别 一个马达 一个发动机 力量是一样 在佛那个方面 是没有分别 但在你的位置就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进入呢 专修念佛 这样呢 就是靠上阿弥陀佛 稳稳荡荡 所以不管是八十九二十愿 哪一条愿 只要往生 都是靠弥陀的 都是靠念佛往生 这是根本意 究竟意 所以定散文中 唯一标专念 弥陀名号得胜 以上大思想 没有不存在所谓的 靠定善散善的功力 去往生的 这一点啊 讲过很多回 但是呢 人们很难理解 因为这个 经文讲得很清楚 不就是就定善散善 三佛往生 你怎么说 就念佛往生呢 你那个是文艺 表面的意思 它有点 背后更深的意思 所以定散文中 唯一标专念 弥陀名号得胜 只有一个往生的方法 就是念 那麦阿弥陀佛 那怎么定善散善 就往生呢 因为三星回向 投脱了弥陀的愿力 它才往生的 它如果不三星回向 投脱了弥陀的愿力 不可能往生 所以就念佛来讲 它得到了往生 就它疑惑佛制 它搞去五百岁不见诸佛 是这个原因 只要往生是靠佛的愿力 也都是就念佛而谈往生的 所以这个三星回向 本身就是念佛 但是呢 它没有专修念佛的正体 这个在阿弥陀经 归宗解 在阿弥陀经的讲迹当中啊 应该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里呢 就不多说了 阿弥陀经的声明 在阿弥陀经的声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